我觉得日景还挺漂亮的 咱来拍一张吧 好呀好呀 哎 你看这个是什么 姐姐 这个铜镜可是大有来头呢 这上面刻的是唐明皇梦游月宫的故事 相传唐明皇有一天晚上 梦里来到了月宫 看到仙女在翩翩起舞 醒来之后啊 就做了曲子 让贵妃半曲而舞 这世间便有了霓裳雨衣舞 恰巧那天晚上是八月十五 而这一天就是中秋节 我只知道中秋有三天假 没想到还有这来临呢 听说贵妃还嫌叫胡饼不好听 才改名叫的月饼